2020反读企划研习营 滥用药物的人口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 年轻的吸毒者占9成 而未成年也占了2成3 显示校园反读的重要性 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 与社团法人台湾无读世界协会 所共同主办的2020反读企划研习营 今天起一连两天 在高师大宏远厅盛大举行 上午的开幕是 协会理事长吴玉珍医师 高师大校长吴联赏 新盛生技国际有限公司 爱闪药董事长李应言 立委许志杰都出席共襄胜举 李应言还代表新盛生技国际有限公司 爱闪药捐赠了50万元 给反读协会 剧毒反读 希望人进企业一份的力量 我们是保养品制造公司 那我们倡导的也是要无毒 其实吸毒它不仅会让人失去身体的健康 它更会让人忘记了自己是谁 如果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自己该做什么事情 它如何能够为社会带来一个正常的力量 反而它将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到2016年年底 其实是世界上的毒品已经有680众这么多 而有23%是孩子 为什么孩子在校园会第一次接触到毒品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毒品 一定要从校园开始做起 从校园开始反读 所以让孩子知道 毒品不好 毒品不要碰 毒品对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却举办这样子的演习 让我们能够知道毒品的不好 以及反读的重要性 并且让我们是有计划的去把反读这件事情 能够做到更好 高师大校长吴连赏哲强调 教育是影响生命感动灵魂的果成 所以校园反读格外重要 他也举例表示学校宴朝校区旅船 电缆铁架被偷事件 经查犯罪者百分之百都是毒贩 所以反读已是刻不容缓的事 他也引用两个BPL 一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二是以计划为基础的学习 结合教育的手段从校园反读做起 让反读的活动设计 能在全国遍地开花 五年多以来 我们常常在雁朝校区 还有雁朝附近的偏锵 我们看到了很多失窃案 那么警察就去追起 那么结果找到了这个 偷窃的这个犯者 像高师大的电梁 高师大的铁架 被偷 百分之百都是吸毒者所为 每年都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尤其今年 今年的举办反读 企划研究 我个人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教育是影响生命 感动灵魂的过程 那么角力我们能够透过 无读世界学会的很多活动 我想他无非就是要告诉各位 这两个BPL 第二呢就是 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模式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 How to solve the program 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解决问题还能够 还要怎么样呢 另外一个BPL Project-based learning 要有计划的概念 那么计划的概念 针对边疆的毒害问题怎么解决 针对海边的毒害问题怎么解决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化为行动 化为actual 那我想对这个社会呢 可以说增加了很多正向的力量 从2015年成立台湾无读世界协会 开始推动反毒教育 目前全国已经设立有14个分会 培训出反毒讲师1000多人 创办人吴玉珍说 虽然是妇产科医师 当初是因为诊所护士被抢 才发现毒贩问题的严重 于是开始投入了反毒的工作 我本身是一个妇产科医师 那妇产科医师其实跟反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就是因为在民国94年那时候 高雄地区的抢案比较风行 那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护士被抢 那之后呢我就觉得 单单一个非常简单的抢案 那社会成本就很高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带了一群朋友 然后到大辽监狱做教化工作 那做了教化工作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毒品才是真正的根源 因为监狱里面 不管今天它是制毒 制毒贩毒吸毒之后 抢劫杀人勒索什么都做得出来 所以我发现了之后 我就觉得说教育才是根本 因此在2015年 我成立了台湾无独世界协会 做这个台湾无独世界协会 然后我们也开办了讲师培训的课程 在全台开始培训更多的讲师 目前已经培训了一千位以上的讲师 那目前全台已经有14个分会 也就是从北到南到东部都有 但是对教育义无所习 所以特别到高师大成教所 进修硕士学位 同时也发现教育在反毒的力量 因此今年设定以企划案设计为主题 透过两天的时间 邀请专家前来进行演讲 指导学生们学习如何设计 反毒的活动方案 将来则透过反毒活动计划设计 让更多年轻人参与 并能了解与远离毒品 在进行这个团体之后 我更加的发现自己能力的不足 所以我特别到高师大来研修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本身虽然是医生 但是我没有学过怎么教育 就是怎么教别人 所以呢我自己就觉得说 那我有需要在这方面更精进 因此我到高师大来研读成教所 在成教所里面也学到很多东西 那我发现说 其实我自己再怎么努力 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成就的涌现 所以要成就一定要反对合作 一定要大家集合在一起 然后呢并且要有很好的规划 所以计划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才会举办今天的计划研锡营 这次研锡营邀请的四位讲者 除了吴亦珍医师 还包括TED台北持有人 即策展人若亦新 高师大事业经营系也是学校的学务长 谭大纯教授 我的少女时代副导演 许介廷等产学界的专家 沟通演理培训课程 也教导参与的高师大学生 能够懂得如何企划活动 与拍影片来宣导反读 那这个研锡营 我特地邀请到TED台北策展人 坦白讲 有一点亲戚关系 不然没有那么容易请得到 还有今天的导演 也是有一点亲戚关系 他是我的儿子 我觉得很难得能够结合 这些资源在一起 我就想说 我要把我的资源 也分享给所有的人 所以我就开办这个企划研锡营 那我特地请他们 就是旧企划的部分 我请TED台北开办讲 然后就影音的传播部分 我就请导演来教 那至于团队的经营跟管理沟通部分 就请我的恩师 谭教授来给大家 所以给今天的阵容 一个掌声 开幕典礼中 高师大圆明文化社 进行精彩的歌舞表演 为活动揭开序幕 现场也进行协伴 赞助单位的表扬 而宝山总队气毒犬的压轴表演 带来五支气毒犬 以及安非他命的毒品气味包 说明与示范气毒犬 气毒的任务 我们警犬其实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查气毒品 大概占百分之七十的工作 那另外百分之三十的工作是 就是找炸弹 就是负责我们国家元首 这部元首的预理场所的安全 这两支拉布拉多犬 其实他想干嘛 他想要好吃的 拉布拉多 俗称 吃多 拉多 训练的就是给他玩给他吃 他坐对了 找到毒品了 坐对坐下来 吃的就来了 玩的就来了 就这么简单 这支黑色这支米色 那各位知道拉布拉多有几种颜色的 三种 三种 另外一种咖啡色的比较少见 幻中学一的武林奇才 这两支德国狼犬 德国狼犬有很多毛色的 有这种黑黄 全黑 跟这种颜色的 所以他有好几种颜色 现在欧洲统称德国狼犬 那他们的个性都蛮香香的 叫爱玩 很爱玩 那特别介绍这两支就是 我们高雄有一个韩国公司 提销的公司叫爱多美 他捐给我们的 董事长 去董事长带来 我们教官 还有我直接去韩国买回来 去选 总共这两支就花了50万 我连后面都过来报官的50万 所以其实我们蛮感谢人间单位的 赞助 因为我们真的去要要得到这么好 对 安娜我谁哟 他就不懂 他就黏他喊 他喊 OK OK 好 最后一支 这是什么狗 不是流浪狗 这是有血统的 只是说他年纪也稍微大一点 你就不睡了 他是比利时狼犬 比利时狼犬中比较娇小的 这种是最难训练的 他很大 什么都很快 很快 所以我们就买这种 毒品气味道 他是跟这个毒品味道一模一样 可是他没有毒性 对 而我先都煮 那我现在这一包是阿贝他们 我们去恰常美国进行 关注他们 大部分都使用这个 那缺点是他们很贵 他一包也会三千块 只能用两年 而且要冷藏在零下二十度才可以化成两年 好来 那你 先向后转 不能偷看 他 吴医师 让你去看什么 哪一个我就把它打开 用笔的 你来 用笔的 你来说 我们会听得懂 哈哈哈哈哈哈 你听得懂得超高的 前阵子不是 新武邮报 警犬落海 好不好 各位有没有 max就是这一支 哦哦 当初行大去查毒品 查完很高兴 要回岸上的时候 哦 这掉到海里面去 哈哈哈 他不是跳海啊 就能澄清 他是落海 失足落海 因为时间很短 他马上就每一个 每一个都秀我 这一支 这个算最基础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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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那这个箱子你再给他问一次 因为我们做到了 他如果有唯一反应 我们还是给他确认一下 好 第二次他就没有反应了 唯一反应 OK 好 好 他现在在这里就是 等待 狗有一个很 狗群很固执 就是我有奖励给他 就拉他走了 他等的就是这个奖励 好 来 好 因为 今天到这个 还是他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所以 可能有一些紧张 没关系 我们给他机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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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这个很清楚的看到 现场也邀请女大学生上台带着气毒犬 体验气毒犬如何找到毒品 精彩好看 现场称赞叫好声不断 让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报导